老板 又来抽假了 你先别走 先别走 箱子好重啊 里边肯定放了好多玩具 手感不错 长长的 磨到了 出来吧你 或许 这不是黑风无人机吗 前面有设计头 还可以录像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这里边肯定有遥控器 先放这里 今天必须抽到 里边的东西好多呀 不知道哪个是遥控器 磨到了 应该就是它 不对呀 这是一把磁水枪 今天必须抽到遥控器 否则肯定不能回家 抽到了一个小发光笼 新奇爆笼的玩具 超级可爱 继续 继续 这可是新奇爆笼的基本人 第一弹已经抽齐了 先放这里 遥控器 遥控器 我要黑风无人机遥控器 我就说老板肯定把遥控器 放在里边 一整套全部集齐 今天的运气还可以 超了五个 老板带我拿一个变形的玩具 送给小侄子 我去 新奇爆笼战车的玩具 超能连刀笼 OK 我的玩具 小侄子的玩具全都有了 黑风无人机 不知道还能不能启动啊 稍后装电池试一下 这可是新奇爆笼第一弹 进步人 我已经有了 给送个小侄子 哎呀 今天失误了 这个爆笼也可以放在手本上弹射 OK 明天再去 新奇爆笼的超能连刀笼 结局四个还可以兑换一个 我呢 先递小侄子赶上一把 这个连刀笼好大呀 四伍台肯定会喜欢 拆下两个爪子放在武器上面 极其人型的 手持利剑消灭怪兽 拆掉武器 机甲变形 头部拆掉 隐藏在里面 一趟之后翻转身体 超能连刀笼 头部变形完成 装上两个前肢 挨上恐龙的尾巴 超能连刀笼 变形完成 食物的恐龙 看得好凶猛啊 四只可以完美的活动 放在这里 等待小侄子放学 装电池 连接无人机 有机有反应了 尝试第一次飞行 飞得很稳 不高不低的 打开自动飞行动势 果然飞得很平稳 费了 空间太小 撞墙了 外边天那么黑了 算了 今天就这样 明天外出 测试无人机